然後在那個客園上面 我旁邊坐一個小妹妹 她在打電動 然後我就看到我把手機丟旁邊 就看到 上面就寫劉冠婷來電 劉冠婷來電 閃超久 然後旁邊那個玩手機的人就這樣 奇怪我幹嘛不接電話 而且是劉冠婷打來 妳看幹嘛不接 可是我看到她在想說 我其實已經眼眶紅了 妳就知道她要幹嘛 她就是一個很暖心的人 然後一滑開來就是劉冠婷 然後她就說掰掰 她一叫我我就想哭 然後我說妳幹嘛啦 沒事啦 然後她就說 我想要跟妳一起練習 掰掰 回程 成功詮釋角色特性 插滿氣氛的掌握地角位置 與角色無而為一 喜劇節奏精準 魂染天成 直到有一天我滑IG的時候 剛好金馬公布說 幾月幾號幾點幾分 我根本就不想知道 然後我想怎麼讓我知道 完了什麼一個五點半之類的這樣子 而且好像就是隔一兩天 然後但是我早就約好我要除毛了 然後我還算了一下那個時間 她正在除的時候 就是那個正在公布的時間 然後我把手機丟得遠遠的 想說大家會給妳恭喜 叮叮咚咚咚那就是要入圍啊 那如果很安靜的話沒關係 我就在這個除毛的刺激上面 結束這一切這樣 而且我的除毛是指導說 有可能會什麼公布入圍這樣 她也替我很緊張 她也說 我除個毛也會緊張個屁啊 後來就很安靜 然後她也很安靜 也就默默把它除完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 嗯應該是就是沒有吧 然後一下子我說 這是一個安靜的巷子 我不知道我會哭欸 但我還是哭 真的是哭了那種七八滴眼淚這樣子 對著那個無人的巷子 然後後來就覺得 肚子好餓喔 我還去吃個麻油街這樣 因為覺得好像有元氣大傷的感覺 然後就吃吃東西 後來就又看到天下老師說 我有進入到最後的日誕 然後心裡頭的那個感覺 就這樣被搜開 因為好像有點明白說 你為什麼想入圍 我想要怎麼樣成名 還是什麼是我的藝術性的展現 我覺得那樣子 我很喜歡 我覺得都是目前為止 比較有趣的選擇 我想要跟別人共改 嗯 但是沒有欸 就覺得說 蛤 所以說 那個選擇太冒險了嗎 或是哪裡不對 我當下的感覺是 我想知道為什麼 嗯 就是我好想要知道 他們覺得哪裡還不夠好 我可不可以改 就是會有個很奇怪的感覺 但消化一下就沒事了 然後在那個客運上面 然後我旁邊做一個小妹妹 她在打電動 然後我就看到 我把手機丟到旁邊 就看到 嗯嗯嗯嗯嗯嗯嗯 上面就寫 劉冠婷來電 劉冠婷來電 閃超久 然後旁邊那個玩手機的人就這樣 奇怪我幹嘛不接電話 而且是劉冠婷打來 他幹嘛不接 可是我看到他在想說 我其實已經眼眶紅了 你就知道他要幹嘛 他就是一個很暖心的人 然後一滑開來就接 然後他就說 拜拜 他一叫我我就想哭 然後我說你幹嘛啦 沒事啊 然後他就說 我想要跟你一起呼呼呼 超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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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知道這是你的兄弟啊 那天喝酒我還比穩他 我說你幹嘛跟我講這個 害我在那個客運上哭 他說因為我知道你是怎麼走的 不知道你很辛苦 原來可能會覺得 想要給你一個尋章 就是他真的很棒 所以當下是有爸爸跟他溝通嗎 沒有啊 我就跟他說 我們還會在一起演戲啊 北影界掰 電話掛掉 一掛掉我旁邊那個人還在打手機 然後我就 在旁邊哭 這樣 所以沒辦法